大家好,这期继续来说《异星前传》的第二部《异星契约》 这部的故事发生在第一部的十年之后 异星的外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下面就来一起看一下 电影开场是年轻的威兰德和达威的一段对话 这场戏主要展现达威的与众不同 作为生化人,他仿佛有自己的意志和创造力 说白了就是更接近人类 威兰德之所以赋予他这些 是因为把他当做了自己的儿子 两人谈话的时候 大卫提及了造物主 他可以看到自己的造物主 而人类则不知道 自己可以永生 而人类会死亡 这个问题正是威兰德想寻求的 他创造大卫的一大目的 就是让他协助自己 找到造物主获得永生的方法 在上一部结尾 大卫和肖博士一起去寻找巨人的母星 十年之后 一艘名叫契约号的飞船 带着15个船员 以及2000名殖民者和1000多个胚胎 准备飞往起源者6号星星 因为当时地球环境越来越差 很多人想着移民外星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探测 发现起源者6号星星 非常适合生存 按照异形电影的一贯套路 每次星期旅行 必会带着一个生化人 这次也不例外 这个生化人叫沃尔特 是大卫的升级版 两人长得是一模一样 到达目的地 还需要7年多的时间 可是这天 突然遇到了附近恒星 爆发的强烈药板 飞船在高能冲击波下 出现故障 因此沃尔特只能按照流程 把船员们提前唤醒 可不幸的是 船长哈利的休眠舱 没能正常打开 内部瞬间起火 把他当场给烧了 女友丹尼是悲痛万分 两人本来约定好 举行的地方建立一座木屋 为此还带上了 斧头钉子等工具 看着哈利生前的画面 丹尼为了纪念 默默把一只钉子 挂在了脖子上 当吊坠儿 幸好没有把斧子挂上去 船长没了 现在由克里斯接任船长一职 由于这次的事故 船上的移民者和胚胎 都有受损 因此船员们想着 举行一个简易的太空葬礼 为他们送行 可克里斯觉得 当务之急 是先把飞船修理好 要为活着的人负责 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 一起修理飞船的时候 丹尼向沃尔特 说起了他和哈利的故事 他们曾约定 到了新世界 又在湖边建一个小木屋 过惬意的生活 可这下子 全白费了 沃尔特看他这么伤心 说了一句安慰的话 言外之意就是 他们是为了当初的愿望而来的 并没有落空 他做的事情 依然是有意义的 这段话由沃尔特说出来 我的理解是 有两层意思 一是埋下一个伏笔 关于这一点 大家后面就会明白了 二是 沃尔特作为一个改良的生化人 并没有自我意愿和创造力 他做的事情 只是遵守职责 并不像人类那样 是为了愿望而行动 船员们没有听从克里斯的指令 私下里悄悄为死者 举行了一个极简葬礼 克里斯发现后 以为他们 这是故意和自己作对 简直是侮辱自己的智商 非常的气愤 妻子看他这么不自信 安慰他说 现在他们是你的首相 可是到了目的地 他们就是你的邻居 意思是 不要公然和他们为敌 这样只会带来坏处 船员田纳西 出舱作业的时候 突然接收到了一段外星信号 通过反复鉴定 发现竟然是一首歌曲 叫乡村路带我回家 还附带有一个定位信息 信号源所在的星球 位于一个恒星系的宜居带 有海洋有陆地 和地球极为相似 出发到那里 只需要几周的时间 而起源者利好星星 还需要航行七年多 这时候 克里斯吸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不如改变航向 取这个星球看看 毕竟经历了要班事件之后 大家对休眠 都有了心理阴影 这时候 丹尼提出了不同意见 因为起源者六号星星 他们已经研究了十年 上面的地形地貌 掌握得相对全面 而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星星 实在是太巧了 之前观察的时候 根本没有发现它 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建议克里斯按原计划航行 克里斯一直觉得 私自违背他的指令 举行葬礼 就是丹尼带着头 认为这个副手想取代自己 所以处处和自己作对 克里斯为了立威 并没有听他的建议 丹尼无言以对 只能提出抗议 克里斯表示 抗议无效 于是 飞船正式改变航向 飞往这个未知星球 到达星球的轨道之后 众人分成了两队 一队人马 留在飞船上做支援 另一队人 乘坐登陆舱 下去实地考察 穿过层层云雾 众人降落在了一片水面上 这里和地球 果然极为相似 有山有水有森林 还可以正常呼吸 更令人意外的是 竟然还有人工种植的小麦 麦穗率非常巨大 沃尔特看到这样的环境 继续安慰起了丹尼 说这里非常适合建小木屋 丹尼听到后 也倍感欣慰 克里斯的妻子凯瑞 打算带着一个队员 留下来采集一些样本 其他人 则朝着信号员 继续前进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到达这样一个陌生星球 大家竟然不带 面罩之类的防护装置 虽说这里的空气 可以呼吸 但难保空气中 有什么致病的微生物 果不其然 和凯瑞一起考察的队员 在抽烟的时候 被一种漂浮的黑色粉末 钻进耳朵 寄生在了身体里 克里斯队伍里的大胡子 好奇地观察这里的植物 一不小心 把黑粉吸进了鼻子 经过一路跋涉 克里斯等人 终于找到了信号员 通过偶然间触发的 全息影像 众人才明白过来 原来信号是十年前 肖博士和大卫的那艘飞船 发出来的 那首乡村路带我回家 正是肖博士哼唱的 正当他们打算 继续调查的时候 意外出现了 凯瑞带着队员 突然脸色大变 浑身无力 凯瑞只好通知大队伍 先回登陆舱再说 没想到刚把队员 带进医疗舱 他的后背突然开始飙血 队友法瑞斯觉得情况不对 立马跑出去 关上舱门 把感染的队员和凯瑞 关在了里面 这时候 只见感染者后背 瞬间裂开 从里面钻出了一只异形 凯瑞逃物可逃 被当场咬死 法瑞斯本以为 关上舱门就没事了 可不成想 小异形突然变大 撞破玻璃逃了出来 法瑞斯慌乱中一阵开枪 好巧不巧 一不小心 引爆了舱内的易燃物质 整个动物舱 瞬间起火爆炸 法瑞斯当场去世 而异形 则趁机跳出祸海 赶回来的克里斯他们 看到眼前这一幕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没等大家回过神 大胡子也突然发病 异形从他的口中 钻了出来 小异形可能觉得 寡不敌众 必须带摇人过来才行 立马跑进草丛 消失不见 由于上空的电磁风暴 非常强烈 七月号上的三个船员 只能接收到 断断续续的信号 不清楚地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丹尼等人多次试图联系 可依然无法接通 这时候 两只异形像是约定好一样 开始陆续攻击他们 沃尔特为了救下丹尼 被异形咬断了一只手 幸亏他是神话人 并无大碍 可另一个队员 就没这么幸运了 被异形直接干掉了半边脸 大家和异形一阵较量 可始终弄不死他 眼看一个女队员被扑倒 危急时刻 只见一束强光升起 异形吓得立马逃走 紧接着 一个身皮斗篷的人出现 让大家跟着他走 刚才那束光 就是他放的 众人看是他救了大家 便一路跟随 路边全是烧焦的尸体 像雕像一般 众人是不明所以 来到一个洞里后 神秘人摘下斗篷 竟然是神话人大卫 只是头发长了很多 据他所说 十年前 他和肖博士来到这里后 由于飞船降落的时候 病毒意外泄露 肖博士当场死亡 这种病毒 能感染一切 非植物的生物 从而孕育出 混血怪物 外面那幅 地狱般的场景 就是病毒导致的结果 众人听完 才明白过来 为什么一路上 没有发现动物 原来是病毒搞的鬼 当听到飞船上 还有近2000个殖民者 和1000多个胚胎时 大卫异常的兴奋 带领一部分人到顶层 试者和契约号通讯 可由于云层太厚 根本联系不上 但你听完大卫的解释 总觉得这里有些怪异 但又说不上来 沃尔特听到后 决定去找大卫 仔细聊一聊 此时大卫正在理发 修整的和沃尔特差不多 大卫见到他后 二话不说 先来教他吹一曲树笛 沃尔特很快掌握了技巧 大卫明显有些惊讶 怎么吹这么快 原来沃尔特相比大卫 升级了很多技能 更精细 更效率 但唯独一点 没法和大卫相比 就是创造力 大卫有创造力和自主意愿 这是他的创造者 维兰德富裕的 但这种特质太像人类 让人类自身感到非常不安 所以后续的版本 去掉了这些特性 让它们更像机器 辅助人类完成一些任务 紧接着 大卫在沃尔特来到广场 看着万千被烧焦的尸体 朗读了一首雪来的诗 奥兹曼迪斯 奥兹曼迪斯 就是古埃及法老王 鼎鼎大名的拉美西斯二世 奥兹曼迪斯是希腊语的称呼 拉美西斯二世曾征战四方 称自己是万王之王 也就是王中王 大卫朗读这段的目的 其实很明显 他也想成为一个王中王 随着他的朗读 开始进入回忆 原来十年前 他和肖博士来到这里后 病毒并不是意外泄露 而是大卫故意释放的 把巨人组一举屠杀殆尽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在上一部中 他看到被称为神明的巨人 竟然也只是凡人之躯而已 不像自己能永生 所以并看不上他们 就像他看不上人类一样 他要成为造物主 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生命体 做真正的王中王 可尴尬的是 这首诗的作者是雪莱 但是大卫却说是拜伦 沃尔特听到后甚是疑惑 但并没有揭穿 可能是怕尴尬吧 这边 一个女队员打算洗漱一下 可还没有脱衣服 就被一只异形围观 当场咬死了他 船长克里斯将他这么久不回来 打算去找找 恰好看到 大卫正和异形在一起 还相处得十分和谐 克里斯二话不说 开枪打死异形 克里斯看到女队员的尸体 然后威胁大卫 必须说出实话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卫也很干脆 带他来到了自己的实验室 原来这十年间 他一直在做生物实验 用各种动物培育一行 最后终于培育出了一种软状物 大卫可能觉得 克里斯非常好骗 故意让他去接近软状物 说非常安全 不许赖皮奥 以你的智慧活得了你吗 那倒也是 克里斯还真纠心了 结果 波脸充突然窜出 袭击了他 等他醒来后 还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梦 突然 一只一行 破胸而出 这只一行和后来的一行 非常相似 是大卫经过一系列改良后的作品 小一行好像对大卫非常友好 还试着模仿他 做了个法国军力的手势 船上的田纳西 始终联系不上自己的老婆 法瑞斯 正所谓关心则乱 打算把飞船降到离地面 80公里的地方 再试着联系 其他两个船员觉得 这样太冒险 不能为了他一个人的思念 拿全船几千人的性命开玩笑 可田纳西不肯听从 还是把飞船下降到了80公里处 终于和地面取得联系 听说他们遭到了袭击 还有人员伤亡 田纳西更是慌的一批 打算再离地面近一些 实施救援 这种行为非常危险 有可能造成飞船失控 他一个人的指令 无法被飞船的AI执行 其他两个船员 看他这么善良 自己也不能做坏人呢 只能按照他的意思来 三人一起执行指令 飞船只有一艘登陆舱 丹尼决定 让他们改装一下货运梯 用他来救援 当田纳西问起自己的妻子的时候 丹尼才告诉他 法瑞斯早已经挂了 有了救援计划 丹尼带领大家收拾装备 准备撤离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 竟然找不到大卫和沃尔特 而事实上 沃尔特正在悄悄调查大卫 在一个实验室里 竟然发现了被解剖的肖博士 结合之前看到的种种 以及大卫的举动 沃尔特终于明白了真相 十年前并不是病毒泄露 而是大卫故意释放的 这一次 大卫把飞船引到这里 恐怕并没有什么好意 由于沃尔特被设计的初衷 是忠于职责 忠于人类 所以打算阻止大卫 还把那首诗 奥兹曼蒂斯的真正作者 告诉了他 奉劝他 想做创始主的梦想 一旦错了一步 就会满盘结束 可大卫不安套路出牌 说着说着 竟然吻了上去 瞬间把沃尔特整不灰烂 这时候 大卫趁机出手 把树笛插入沃尔特的脖子 这里是圣化人的命门所在 沃尔特瞬间死即 大卫之前和沃尔特对话 目的其实是想引导他 进入自己的阵营 为创始主的事业增转天瓦 发现这一切都是图劳后 才动了杀机 可沃尔特毕竟是升级版 没有想象的那样脆弱 大卫刚走 沃尔特的伤口开始慢慢愈合 寻找克里斯的时候 队员洛普突然被一只包脸中袭击 幸好队友及时出手 才终于取了下来 可洛普的脸被强酸灼伤 这时候 长大的异形悄悄出现 瞬间把队友扑倒吃掉 洛普见状只能仓皇逃走 另一边 丹尼四处寻找沃尔特和大卫 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实验室 看到各种解剖的图纸 才恍然大悟 原来肖博士是被大卫害死的 不料此时的大卫已经在他身后 丹尼演技手快 把钉子吊坠 插入大卫的下巴 这个造型是不是很像法老 刚好和那首诗相合 实现了大卫王中王的梦想 可钉子的伤害太低 大卫根本没事 呃 如果丹尼当初把斧头挂在脖子上 估计就能一下子秒了大卫 丹尼根本打不过他 很快被摁倒 这时候 大卫打算来一个深情失吻 可丹尼就是不张嘴 正在此时 沃尔特赶来救下丹尼 然后让他先走 自己断后 接下来 就是两个生化人的大战场面 沃尔特毕竟是升级版 虽然只有一只手 但还是和大卫打得有来有回 最后把他制服 一顿爆锤 大卫一边劝说沃尔特 一边悄悄地 把手伸向了一把匕首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电影并没有交代 镜头一转 沃尔特独自一个人出来 和丹尼他们会合 刚好 此时田纳西 驾驶霍运机赶来 丹尼沃尔特和洛普登上船后 本以为万事大击 可不曾想 异形还是追了过来 丹尼二话不说 抄起一把枪 和田纳西配合 打算一边烧塔 一边开枪 奈何异形皮操肉厚 这些攻击简直就是刮杀 这时候 丹尼想出了一招 启动机械臂来战斗 这个异形是克里斯生出来的 可能是遗传了他 脑子不好使的特性 眼看机械臂朝他飞过来 愣是冲过去 自图罗网 果然被困在了里面 丹尼挤进波折 终于启动按钮 把异形夹成了扫子 随后 三成座货运梯 成功返回飞船 洛普由于脸部受伤 被转移到了医疗层 现在又一个船长没了 副手丹尼 成为了七月号船长 飞船出发的时候 经过这么一闹 就剩下了六个 丹尼和田奈西 不免有点难过 这时候 意外再次发生 之前洛普被包脸充袭击 虽然被队友取了下来 但其实 已经完成了计程 正当大家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医疗舱突然发了警报 洛普被开膛破肚 一只新的异形再次诞生 这边 小护士和驾驶员正在洗鸳鸯浴 异形看到后 可能也想加入 只不过他用的不是水 而是两人的鲜血 就这样 小情侣双双被杀 丹尼和田奈西拿着武器 四处追赶 在沃尔特的协助下 成功把异形 引到了靠近舱门的舱室 下一步 就是想办法 把它锁进拖车里 然后打开舱门 吸入太空 眼见计划顺利进行 丹尼和田奈西 穿好宇航服 用身体做诱饵 异形果然上当 跳进了驾驶舱 正在此时 舱门打开 整个拖车 瞬间往外移动 不亮 异形的头非常坚硬 关键时刻 愣是破窗而出 又跳回到了飞船上 由于施压严重 另一辆拖车 也随着往外跑 眼看就要撞到丹尼 丹尼不慌不忙 看准时机 在异形跳过来袭击的瞬间 快速闪避 异形正中叉子上 随后和拖车一起 被吸入太空 危险全部解除 下个目标 是朝着起源者6号航行 由于还需要7年多的时间 田奈西和丹尼准备进入休眠 由沃尔特负责日常维护 刚躺进休眠藏 丹尼突然想起来 见木屋的事情 毕竟沃尔特救了他很多次 已经对他有了些超出感激的情感 可奇怪的是 沃尔特听到在湖边见木屋 不明白什么意思 丹尼见他疑惑不解 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眼前这个并不是沃尔特 而是大卫 于是挣扎着打算起身 可微时已晚 此时休眠程序已经启动 丹尼在惶恐中 逐渐失去了意识 原来在山东的时候 大卫利用轨迹 干掉了沃尔特 然后假冒他的身份 一直守在丹尼身边 大卫向飞窗AI 报了自己的安全码 接管了契约号所有权限 然后播放了一首 众生进入英灵殿 这首曲子 刚好就是在影片开头 大卫弹给威兰德的那首 随着乐曲响起 大卫来到胚胎室 从口中取出两枚异性胚胎 放在了人类胚胎旁边 原来他一直有备份 这也就解释了 在山东的时候 他为什么非要对丹尼来个诗文 其实是为了把胚胎 注入到他体内 另外也解释了 他为什么会帮着丹尼 搞死异性 一则是为了取得信任 二则是 即使异性死了 他还有备份进行研究 所以并不担心 现在 他获得了7月号所有权限 就可以拿整传人 以及这些人类胚胎 继续培育出新的异性 让自己成为他心中的完美造物主 目前为止 异性系列的四部正传 以及两部外传 已经全部说完 不过还有很多谜团 导演并没有解释 比如巨人组 为什么要创造人类 只好为什么又要毁灭人类 第一部中的那个巨人和卵蛋 是哪里来的 巨人组真的被大卫屠杀殆尽了吗 有没有在外面执勤的巨人 还活着 他们得知母性种族被毁灭 会有怎样的反应 等等 据说外传系列 还有一部叫《觉醒》 也许会讲清楚 不过 由于疫情契约的票房不理想 不知道何年何月 才能够上映 疫情这个系列 虽然说是科幻恐怖题材 但里面有很多宗教的东西 这个咱们不做解读 我比较感兴趣的 是里面掺杂的一些哲学思考 比如最有名的哲学三问 也就是卡尔门大爷经常问的 你是谁 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疫情整个系列 其实讨论的就是这三个问题 维兰德创造出了神话人大卫 于是也想寻找人类的造物主 探究人类是谁 到底是哪里来的 未来将何去何从 是否能和神一样 得到永生 这个过程中 意外发现了巨人族 他们虽然是造物主 可就像大卫说的 也只是一群凡人而已 大卫作为一个 有自我意愿的神话人 他很清楚自己是谁 也知道自己的来历 可关于自己要到哪里去这一点 他一直在寻找答案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做一个造物主 也就是王中王 创造出一种完美的生命体 为此 不惜拿巨人族和人类做实验 相应的 巨人族大概率也面临这三个问题的拷问 某种意义上来说 大卫和他们很像 都是利用黑水来创造生命 是真正的造物主 不过巨人族有一个观念 认为自我牺牲 可以洗刷他们的罪孽 这一点 在短篇大卫的实验室里面 有提到 刚好也和普罗米修斯 契合 在开头 那个健身房哥们儿 就是喝下黑水自杀后 才创造的人类 创造和毁灭相生相对 也许他们知道自己是谁 以及从哪里来 但是关于要到哪里去这一点 和大卫一样 陷入了迷茫之中 创造出了人类 但又担心会给自己带来毁灭 所以才想着要消灭人类 总结一下整个系列 巨人 人类 生化人和异形 关系是这样的 巨人创造了人类 人类创造了生化人 生化人创造了异形 而异形则利用巨人和人类 不断进化 来实现自己的完美 正应了创造和毁灭 相生相对 这期就说到这里 如果各位看官喜欢关人解说 请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感谢大家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